What's up? 老闆大家好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非常快速又實用的一個技巧 相信以前常看我視頻的人會發現我是不上字幕的人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最近我就算日更冷 我也上了字幕 好 今天的話就是來做一個很快速的一個Tips 我用Final Cup是如何去上字幕的 而且這是我目前找到一個最快的方法 沒有用任何插件用Final Cup原廠的Final Cup就可以直接上字幕了 好 那我們二話不說 我們進到Final Cup裡面 好 當你把你的素材導入了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後面 後面這裡是我已經上了字幕 OK 首先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檔案 這個叫ITT檔 ITT檔的話假如你有在經營YouTube或是一些其他的平台的話 它是可以去額外上傳字幕的 但是有些字幕它是沒有辦法額外上傳的 像是小紅書 它的話就必須把字幕附在影片的下方 那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在設定這裡呢有個鍵盤 鍵盤有個聽寫 大家可以把聽寫這一塊打開 那語言的話你可以設置 那你這裡還可以加入各種語言這樣 對 還有上海話耶 我的天啊 好 我先加入 好 我們加入語言之後呢 它會跟你講快速鍵 那按下兩下FN就是蘋果左下角的FN按鈕 你按兩下它就可以使用了 好 那我們設置好了之後呢 把這個關掉 我們進到Final Cup裡面 我們到我們要上字幕的地方 差不多第一段 今天的話是來做開箱不是做評測 那我們要怎麼上字幕 我們按編輯 字幕 添加字幕 你就會看到一個這一個 你就會看到這一個囉 好 那我會分簡體跟繁體的 因為我有在update我的YouTube這樣 所以我會把它分為兩種那個字體這樣 好 我們就換到簡體 好 那我現在要如何去上字幕了 我們點它 然後點FN兩下 我們今天不是來做開箱也不是做評測 完成 字幕就上好了 Everybody 非常非常的快 好 那再來最後我們上完字幕之後 要怎麼導出呢 我們按這個右上角 好 那假如我導出4K的視頻喔 那按角色這裡 點下角色 這裡有個字幕 右上角有個字幕 如果你的視頻不想要下方直接出現文字 你想要額外上傳的話 那你字幕這裡 就按固定字幕這裡按無 那如果你想要讓視頻下方直接有字幕的話 按固定字幕 選擇你要的那個字幕 就OK了 他有跟你說固定字幕是要哪一個 那你按下一步導出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想要導出字幕檔 在後面額外上傳的話 你就把這個字幕打勾 就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 好 那今天的話是一個非常簡單 快速又方便又實用的教程 如果有幫助到各位 記得幫我點讚關注分享一下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 來吧 好 我們下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